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方接获消息从晚间开始就在找丢弃地点 但夜晚昏暗该由一大早进行水下作业 消防队员被弃平从大概地点下水后 会用摸索的方式寻找遭到丢弃的胎儿 知情人士透露内情 原来是一名19岁的女子 在自家早产下孩子后身体不适 由阿嬷带到医院 这时胎儿居然被女子的爸爸带到签证盒丢弃 医院发现女子有生产迹象 却没有看到胎儿因此通报警方 丢弃胎儿的女子父亲向警方表示 他当时认为小孩过世了 才用重物包裹丢倒盒中 但到底当时胎儿的状况如何 目前警消全力打捞 要等商宴结果出来才能厘清 三顺主委大股线 高重报导 谢谢大家